你当初不要生我啊 喂 妈 哦 好 我知道了 那个10号就发工资了 10号 你妈 家里又缺一点钱了 没办法 家里妹妹要加学费了 哎 老啊 怎么都这么晚了 现在初初时期 人手不够啊 喂 妈 我今年过年不回家了 我就在陈寅工作 我不工作 你们哪里来的钱 既然这样当初不要生我啊 怎么了 过年都不回家 你去干嘛 我家要去去大别墅 没什么好邪悍的 我妹妹从小就聪明 钢琴也弹得就好 但是家里条件不好 所以我很小就挑战了 我时常就在想 要是我生在不一样的家庭 现在生活是不是也不一样 你怎么很羡慕她 富二代是不是 她可不是什么富二代 你怎么知道 她也是民国人家出生的 以前她一边照顾身边的家 晚上农村的家里没什么灯 她就打着那左边桶在那看书 其实也有人调侃说她的出生 这是她的出生 人生的起点 决定不了这些痛点 她仍不是累赘 而是人生情境的动力 唉 你一样的年纪啊 别人 哎可 你也想念吗